台南雪甲区慈濟公 一年一度的上白礁業主 绕进祭典 昨天热闹展开 由董事长王文忠 如主李中元 与地方士生及政治人物等人 率领上百团阵头 还有台湾各地前程的百万信徒 前来共襄盛举 场面十分热闹 董事长王文忠表示 我们的保生大地 今年刚好是 一千零三十九岁圣诞 所以说我们每一年 我们都很隆重 保生大地它是1661年 护佑郑王居民渡海来台 然后在这边安居 在这边建池 所以说每年的今天 农历三月十一号 我们都会办理盛大的一个活动 最主要这是有一个传承的意义 我们要把这些历史 把这些仙人辛苦经营 认真打拼的这种精神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宗教 把它延续 把它传承 把中华民族的精神 把它花扬光大 慈激宫上百交业主祭典 是全台最大的庙会庆典之一 不仅保留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三百年来每年都会前往 上百交摇记大陆福建祖庙 击败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 表达两岸同主同宗的民族情感 勤水仪式更是教导后人要懂的 饮水诗源不能忘本 董事长王文中强调 政治放一边 让百姓有一个精神的寄托 因为宗教它是社会安定的 一股很重要的力量 所以说我们不希望 因为受到政治的干扰 而影响到一个历史的事实 另外现场除了传承 上百交业主祭祀活动之外 参与绕境的传统镇头 也是一大看点之一 高桥镇 古花镇 金师镇 宋江镇 十二伯俭镇 吴公镇等等 齐聚一堂 乙镇会友 发扬乙镇文化 现场我们也采访了 道场参与绕境的前层信众 信众表示 最大的意义应该就是 就是感念一下祖先在哪里吧 回顾一下自己的根本在哪里 地方团结一种的象征 跟他联络大家庄头一起联络感情 我以前活动的时候 就跟东龙宫一起过来 三条湾东龙宫一起过来 这个活动是很有饮水线 我阿公原本就是中州人的 所以我对这个就比较有兴趣 整个绕境活动从上午点多就开始举行 一直到凌晨两点多才圆满结束 记者刘二明 黄公伟 台南前程的采访报道